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靈的日记 当你打完这个活动之后 它有机率 只要你有四个成员都存在的话 那就有机会进入第三张地图 就是bonus的地图 那这个地图它官方有说明很清楚 它会把你传送到一个地下的海盗船一楼 那这个海盗船它有一到八楼 然后你进去之后每一层楼都会有怪物 那每一层楼它会有30秒的时间 所以在这30秒的时间里面呢 简单来说你就是要极尽你所能的去存活这样子 好那六到八楼会有这个电极的这个陷阱等等的 那最后会掉一些什么武器强化卷轴 战斗卷轴或者是祝福的什么卷轴这样子 那其实我现在开这个韩版的这个活动啊 来体验给大家看 看看这一个活动 我们进去这个藏宝图的这个地下海盗船之后啊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那我们就 把这个怪打完哦 好第一只打完看起来是 哇连那个第一个 算是连第二关啊 应该说第二关都没有 那我们再来换下一只 来打 好那下一只呢也足满了 一样是跨了不同世界的这个玩家 在这个里面挑战 不过 这个角色我 其实我有点意外啊 有点意料之外的是 它进去了这个 待会它会进去 这个新的活动地图 但是呢 我身上的装备其实是 没有穿起来的 好那我们一样 来把前面的这些怪物 把它打一打 然后顺利的 来往后面的关卡来前进 那前面这边的玩法基本上 都跟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好不管它是变成是一个 世界性的 那个跨组别 组别性的 或者是说 以前的那种方式 都不影响 好你也可以预先先组队好 然后再一起进来 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 好那小编其实不大建议 随机组啊 如果你真的要打到宝的话 建议是用 自己组好队 四个人一队的方式进来 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我们 进入了这个第二关 bonus的这个第二关 然后这个跟目前台版的都一样 跟目前的设定都一样 就是打这个 木人嘛 不是啊 打这个项木桶啊 好那打 打倒之后就有机会 有一定的机率会进入 到下一关 那很幸运也很不幸的 我们进到下一关 但是请大家看上面那三个人 哇 三个人通通都消失了 然后再看到我的血哦 好在这个地图里面 我们要撑三十秒才有办法过啊 但是很可惜的哦 我们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好那为什么上面那三个人消失呢 呃我们根据韩服玩家分享的经验啊 因为这里面的怪物它总共八成嘛 那下去到第四层以后 好下去到第四层以后 很多人就发现撑不住了 所以 与其打不到宝 还要花一堆的这个血 那个药水 好所以大家 就进入这个关卡之后 就几乎就直接回去了 或许大家可以挑战看看 好那目前有一个建议是 用法师搭配 紫便哦 都要紫便进来 才比较有机会达到最后 那以上呢 就提供这个 明天的新的活动资讯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要准备的话 也可以提前准备 好那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 欢迎关注大补帖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